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官方基于的信息 大致可判断出最新化的核心内容是属于陆飞与黄元之间的战斗 毕竟新四皇vs老大将的看点还是相当之多的 只要他们能早点分出胜负 那这次战争也该结束了 所以小蜘蛛打算来分析一下陆飞与黄元的战斗结果 陆飞击败黄元坐视四皇之位 陆飞击败了老四皇 凯多获得了四皇之位 巴基通过鹰眼 老杀以及自身的影响力 背景意外获得了新四皇之一 意味着老四皇重新洗白 新四皇诞生 正因为如此 陆飞根本不把陆飞这位新四皇放在眼里 即便后面被陆飞尼卡形态吊打也还是那么嘴硬 身为海军大将的黄元 在1091化的表现来看 他也没把陆飞这位击败凯多的四皇放在眼里 因为他们都不认可陆飞的四皇 刚好陆飞和黄元都是两年前把草帽一伙逼入绝境之人 所以看到昔日的人成为四皇 内心自然是有些不爽且不认可 那么这时候就必须通过武力来打破这疑惑 所以陆飞必须拿出压倒性的战斗力 让敌人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四皇之力 同时见识一下自己尼卡形态的变态之处 唯有将天龙人最强的盾 CP零和毛 海军最高战力大将全部击败 那陆飞的四皇草帽海贼团才是被正式重视起来 同时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悬赏金 再度威胁世界政府 陆飞击败黄元 索隆击败陆奇是最完美的安排了 肯定有动漫迷会问 为什么非要击败大将黄元 而不是直接逃走 小蜘蛛也有考虑这个问题 但陆飞已经不是两年前的陆飞 没必要遇到大将就要逃跑 更何况现在研究层还被封锁中 而且敌人还是昔日的仇敌 这一次复仇的机会是来之不易 陆飞岂会浪费 另外大将赤犬曾击败过大将轻智 让他成为新一任海军元帅 陆飞也可以击败或重创大将黄元 来坐实自己新四皇之位 这两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也意味着海军的老牌三大将将洗牌 跟老四皇一样 退出舞台 将职位让给更有潜力的新人 三大将重新洗牌老牌三大将 赤犬 青智 黄元 新三大将 黄元 藤虎 绿牛 当黄元在艾格赫德被陆飞击败 其结果将导致三大将重新洗牌 而替补的人选就从逃兔 查囤两人中选取一位 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将替补 战力是足以担起大将之职的 这样一来 老牌三大将赤犬生元帅与老四皇 香克斯成为新四皇之一 就不复存在 新时代的到来 那各方势力自然也要参与新时代的竞争 克比等年轻一辈的海滨实力还不行 还要继续发育 未来的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成为大将 元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因此小蜘蛛的观点是倾向于陆飞 可以在艾格赫德击败或者重创黄元 让他无力追赶他们 算是间接解决掉黄元这个大麻烦 索隆则击败陆奇 解救贝加庞克离开艾格赫德 再由报纸王摩根斯的天游加醋报道 一定会让这一事件震惊全世界 可以对应1078话的旁白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有不同意见的粉丝们也可以留言讨论 我是小蜘蛛 一个喜欢聊聊动漫 收集手办的爱好者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见 文 小蜘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